海邊的夕陽 美麗又浪漫 搭配浪花打向岸邊的旋律 令人心曠神怡 但是這樣的美景可以持續多久 總長8公里的馬雷共濱海步道 位在加勒比海島國古巴的首都哈瓦那 底下是珊瑚礁和紅樹林 已經有65年歷史 被稱為哈瓦那人的沙發 當地民眾喜歡在這裡聊天 釣魚或慢跑 因為氣候變遷 海平面上升 尤其是今年受到愛馬颶風摧殘後 這條一度關閉三星期的美麗海岸線 防波作用降低 面臨崩塌危機 專家評估可能撐不到2100年後 十公尺巨浪打上岸 住戶只能透過加高大門盡量阻擋淹水 長期受到海風和海浪侵蝕 馬雷共救助宅區的726戶公寓 屋況良好的不到50間 將近六成則是屋況極差 大自然的力量使得建築物保存工作更加不易 直到政府有足夠資金 新建可以適應氣候變遷的新建築之前 很多毀損房子仍然無法住人 大家新聞 陳曉玲編譯